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Jessica 武士說女士曾因為嚴重的心血管問題危及生命 兩次逃過臨床死亡大劫 現在她仍然定期去醫院 不再是為了治病 而是為其他患者去送身身健康的福音 在她的努力之下 很多人和她一樣擺脫了疾病的痛苦 她曾經貧臨死亡 三次大手術在她的身體和精神上 留下難以磨滅的創傷 通過《大紀元》 她想向讀者傳遞一個信息 躺開心飛 你就會看到總有奇跡 以下是武士說自述的個人生活經歷 我在1959年出生於靠近越南首都的 北部省份興安是家中的長女 我父親是軍人 母親是農民 我出生的時候 體重只有兩斤四 即是大概1450公克 出生幾個月之後 就被判定死亡 母親將我包在皮仔裏面 正準備賣下田的時候 就聽到我的哭聲 在15歲的時候 我的膝蓋突然肿起來 痛得難以行手 還因此而絕學 後來發現我得了嚴重的關節炎 還引發了心臟病 是一個75年 第一次做心臟手術 手術之後出現血液感染 醫院救不到我的命 就把我送回家 父親打電話給家鄉的親戚 叫他們幫忙準備後事 奇蹟再次發生 我恢復了知覺 很穩定地回到醫院治療 之後就回家 鄰居都很驚訝 也為我逃過大難而高興 逃過的生死結 並意味著擺脫疾病的折磨 我的心臟每跳二十下 就會突然停 我想到死亡 有時我只希望心臟可以完全停止 就不用再忍受這些痛苦了 兩年之後 我叔叔幫我找到份工 在太原市的國防部 所屬的工廠煮飯 因為是軍用的廚房 每次我都要站在這裡 搞動一大堆米飯的時候 都要很大力地休息 然後就搬動 湯盤和飯盤 全部都是又大又重 我只能夠很努力地做 不敢跟別人說 因為我怕失去了工作 在食堂工作了一段時間 我被提升為廚房和招待所的經理 由於嚴重的心臟病 醫生建議我不要結婚 懷孕和分娩對患心臟病的人來說 就好像賭命一樣 另一方面 我隨時都可能會死 跟別人結婚會令到他們很痛苦 我決心在餘生保持單身 但是 同一個單位有個人 儘管我是這麼拒絕 他還是心甘情願地追求我 他說願意時候我一生 願意忍受一切的苦難 就這樣我們結了婚 結婚之後 從煮飯 洗衣 打掃衛生 我先生全部包爛在自己身上 只是怕我會突然間離開他 儘管我的健康狀況 總是好像在風中搖曳的蠟燭 心臟很痛 難以呼吸 但是我並不怕 還生了個BB 2003或者2004年底 我出現腎臟衰竭的症狀 超性波檢查之中 醫生震驚地 看到我的右腎充滿積水 就好像一個就快爆裂的氣球 左腎有一大塊結石 很多著名的腎科專科醫生為我做過檢查 由於我有嚴重的心臟病 幾乎沒有醫生敢為我醫腎病 我只能夠多次做碎石手術補命 但是並沒有治好疾病 在2004年 我今冒風險做手術拿出了腎的結石 腎質全部壞了 在2009年我退休了 每天都努力地鍛鍊身體 散步、踩單車 只要能夠適合我這樣的病人的運動我都做 我嘗試了所有的方法 從頭到腳 我冒一處是沒有病的 從15歲起 我就一直隨身帶著一個袋子 裡面裝著很多必須要吃的藥 去到哪裡我都要帶著 每兩個小時就要吃一次藥 在2011年 我的心臟又痛起來 不得不做手術更換身臟板膜 直到2017年的一個初夏的日子 我就好像平時一樣 在居住的街道附近踩單車 我見到一群人非常緩慢地練著些什麼 他們遞了一張傳單給我 介紹他們所練的功法 我出於禮貌接了 心想 我去過這麼多地方 在這麼多地方醫過病 花這麼多錢 都不能夠改善 這些動作不可能有什麼用的 之後就拋豬腦後了 又有一天 我帶著一個孫子出門散步 遇到一位也叫阿雪的女士 她知道我的病情之後 就跟我說 你應該練法輪功 又稱為法輪大法 她給我看一個學法輪功的網站 還告訴我 如果我想學 就可以去附近的練功點 有人會教我五套功法 我馬上就想要讀《轉法輪》這一本書 我想看看裡面說了些什麼 為什麼可以令這麼多人獲得提升 很多疾病都得到治癒 看到那些活生生的證明就在眼前 我深受觸動 他們通過修煉法輪功 變得沒有病健康又快樂 我第一次讀《轉法輪》就非常喜歡 因為這本是教人做好人的書 在一個月內 我讀了三次 讀了三次以上《轉法輪》之後 我對做好人的意義有一些理解 這些跟當今社會中做好人的標準不一樣 我努力做到歡二代人先他後我 我懂得一些修煉 了解為什麼修煉人可以逐漸達到開誤的境界 收到強身健體的效果 當我理解一些法的內容之後 我的身體開始發生變化 我的心都淨化了 沒有吃過一片藥或者接受任何治療 僅僅通過在法中真正提升自身修為 勤練大法的五套功法 我完全康復了 當我的身體變得健康 我自願到醫院去幫助患者 幫助那些沒有錢看病 或者是藥不對症的人 雖然我知道法輪功不是用來治病的 但是我想用我的人生故事來感恩大法 我想更多人有生存下去的機會 哪些能夠伸手接受資料 哪些就能夠像我一樣這樣獲得機緣 以前醫生說我的身體心臟板膜只能用7年 之後必須更換 而且在手術之後 必須定期服用抗型血劑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已經跨過這個門檻 就快五年了 從2017年開始 就沒有吃過任何藥 不僅心血管疾病 我身上各種疾病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些遠遠超出了現代醫學 我診療的能力範圍 超自然現象總是存在 只是你是不是肯給自己一個機會 我要盡力幫助更多人了解法輪功 以表達對大法的感恩 以上的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特約記者 天康越南報導 加連編譯 本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áb蕭南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